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吃 给你喝 把你从孩子养成人 那至于什么叫熏养呢 教养什么意思呢 你还得教育 教育什么意思 教你能耐 教你做人的道理 那中国古人呢 过去在家里供了五个字 叫天地君亲师 天地不用说了 大自然养育了我们 君君主 亲亲人师 师父 在天地君亲师里头呢 好像这师父跟这君亲比呢 要差点 可为什么能跟君亲并列呢 有那么句话吗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他给了你能耐了 给了你能耐了 给了你安身立命的根本 教会了你做人呢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在规则的范围之内生存下去 人呢 你可以能耐差点 但是你不能不懂规矩 不懂规矩 寸步难行 所以说这个诗字对我们美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不论是你的师父 还是现代意义上的老师 那么我说的事呢 咱们可能现在正在用手机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 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 因为今天呢 北京这天也挺热 有的朋友可能看了我上次直播 说老梁换衣服了 换个色 非常新鲜的 挺鲜艳的坐着 一看今天怎么又是这春秋时候这打扮呢 里头是白色的 外边黑色的 传统服装的 尽管这屋里很热 我今天要把这身衣服规规矩矩的穿好 很多朋友看了我微博都知道 昨天上午十点十分 我的老恩师金文生先生在天军过世 注意啊 媒体报道写着因病去世 这个不准确 老先生身体确实不太好 但是八十八岁呢 他是一九三零年生人 周岁八十七周岁 虚岁八十八 到了这个份上呢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老喜丧 能活到这份上 过去九寨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西 八十岁不容易了 所以这老师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过世了呢 其实是因为身体的器官呢 已经衰竭了 各现代话来说应该叫寿终正寝啊 就不是说是得了病了 很痛苦啊什么 没有那个 所以我也相信呢 这个我们先生这个走啊 对他本人来讲 他已经卧床不起有好多年了 应该说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解脱 所以我这作为徒弟的来讲呢 咱们时日求是说 心里头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悲哀 当然毕竟呢 和师父呢这么些年呢 亲如父子 阴阳两格 心里头还是挺难受的 但是一想我们师父这辈子 尤其是晚年呢 儿孙绕夕 徒弟经常去看着 老头呢每一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老小孩小小孩嘛 这些年跟师父相处啊 就觉得见着师父特别亲 一方面觉得他身体呢挺弱 可能还需要我们照顾的 可另外一方面只要跟师父聊一聊啊 这些区域里的事啊 聊聊这个过去历史发生这些事啊 包括人际关系啊 历史掌控啊 还是觉得受益匪济 也觉得自己在这条道上呢 有一个主心骨 由此我就想到我们很多人呢 呃 当我们一天天的大起来了 像我们这个人到终点这岁所 家里头的老人 就父母啊 有的年岁都已经很大了 有时候我就想 就是明明自己的父母啊 他都需要我们去保护他的 可是你回到家看到年迈的父母 你心里还是有一种依赖感 觉得家里有爹有妈 七十岁有我爹 八十岁有妈 家里头是有主心骨的 可一旦这老人没了呢 你心里头就会空牢牢的 所以我这两天呢 昨天听到这个消息 呃 自己就一直在想 就觉得好像心里头有某一根柱子啊 一下就倒了 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对我们先生啊 心里往外呢 就这么些年来这缘分呢 你那感觉还是很珍惜很珍惜 呃 像这些年我去天津呢 看老先生 每一回呢 老头见我去都特高兴 我们爷俩呢 聊过去的事 有时候老头呢 行话过过活 呃 跟你说说某一个段怎么说 某段评书的呃 书扣是怎么样啊 脱梁扣节啊 这书你该怎么使啊 气口怎么掌握 有时候一聊呢 我们爷俩能聊六个小时 在师傅家吃顿饭 这六个小时 有的人说老爷子那个岁数了 气力不够了 你别缠着他聊 有时候还真不是 我确实是想跟老爷子多聊聊 呃 多从他肚子里掏点东西 可是更多时候是什么呢 老头愿意跟你说话 只要有人跟他说话 有人听他的 对他的东西感兴趣 他能把自己这宽头肚囊里的东西 拿出来给人 他特别特别高兴 就后来有的时候甚至呢 呃 和我们这行没什么关系的人去了 呃 如果想听这东西 老头也是给他讲 气力不足的时候呢 喝口水 歇一会儿再接着讲 所以老人家在晚年这段时间呢 我是觉得和同行也好啊 和徒弟也好啊 和晚辈啊 身边的亲戚朋友啊 他在天津广电台工作那些年 尽管是九十年代初就退休了 但是电台那些人都很亲切的管的 叫金大爷 有的尊敬这管的叫金爷 也经常去看的 所以我是觉得老头在晚年这段时间呢 呃 并不寂寞 那么今天我在微博里呢 我发了我说叫 书谈生咬 四人画贺 金文生恩师千古 有的人奇怪 哎呦 老梁 金文生也是你师父 我就知道他是郭德纲师父 很多人还不知道 还有的朋友说 他是你师父 尤其郭德纲师父 那郭德纲能力可大呀 那这老头怎么我们以前没怎么听说呢 哎 今天在咱们直播前呢 我给大伙简单介绍介绍 因为咱们有的观众朋友啊 一说评书 你可能想那谁 袁国诚 善建峰 刘兰芳 田立元 连慧如 连立如 说这中国也就这么几个名家 现在算算五个名家 呃 袁国诚先生 这已经都过世了 说评书一提 啊 袁国诚啊 刘兰芳 善建峰 田立元 连立如 这就这 有人说我没听说过金文生啊 他有那么大能力吗 是不是你们这些当徒弟的 往四个脸贴金捧啊 说这老人家能力大呀 其实我跟大家说实在 为什么金文生的名气 我师父这名气 不如上边这几位 上边几位你看袁国诚 我们得叫师爷 善天方善是属 田立元是田是属 我们师父那是西河平书门呢 他是属连字的这一门 西河平书这门讲 启连曾景祥 往上起字 我们这门师爷呢 张启荣 起字呢 你说像是王培元 他爸爸王启胜 谁呢 王启胜是田立元的师父 田立元这连字 和我们师父这个金连锐 平书门一名叫金连锐 这是一个连字 善天方的田字也是这一辈 因为善天方的师父叫李庆海 田立元的父亲叫田庆瑞 他们庆字一辈 往下田字和这连字一辈 所以有句话叫田连不分 所以我管善天方善是属 田立元天是属 这是我们这个西河门的亲是属 袁国诚呢 还要大一辈 得叫师爷 他说为什么你看这几位名气很响 广播电台电视啊总出现 好像没怎么听说金文生 如何如何出现 我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 要论能耐 我认为我们恩师金文生的能耐 并不比刚才说这几位 评书大家能耐大 但为什么名气没那几位大 在这个行里大家记住 有个特点 名气大 能耐大 挣着钱 这三样哪个都不挨着哪个 名气大不等于你能耐大 能耐大不等于你能挣着钱 挣着钱不等于你名气大 就这三个不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先生 有人说他 世纪总会发光的 他真能耐大 那么就名气早就大 就出了名 为什么会现在 没耐机为名气大呢 这里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们得说说评书啊 现在到如今这个时候呢 已经跟过去的评书不是一回事了 以前的评书是什么呢 在茶馆里头说 就是现场呢 顶多也就一百来人 先生在台上说 说的时候不像现在 你看演出 说我呢 花钱买票 买票我进里边 真说的不好 你就再骂街呢 票钱也不退你了 这是现在 过去说书呢 你进里头呢 不花钱 先听 听一会呢 这先生呢 会打发呀 茶馆里的伙计 或者学徒 下来呢 拿着个破裂 向各位打钱 这行话叫脱手 当然拿着个有说法 过去我在节目里说过 他要饭呢 是拖着这碗 手心冲外 哎呀 您帮帮您帮帮 可怜可怜 说书人呢 是义人 凭手一吃饭 人家不会手心冲外 向你要钱 手心冲礼 这么拿着 哎 您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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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要钱 所以呢 让这徒弟呢 或者茶馆伙计呢 托主要钱 他是说的好 底下给钱 说的不好 人转身走出去 这一段 你算白说 没挣着钱 所以说书先生 他有份能耐 隔一会儿 他就得要钱 他就要把这书 切得尽量碎点 碎的里头呢 他会有埋下很多书扣 就我说 把你扣得住 到这儿呢 突然间停下来 引起你好奇 接下来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你想听 想听呢 你不走 人家要钱 那就给俩钱 所以这么着先生 才能把这钱挣下来 所以这是过去 现在呢 这个形式不一样了 卖票 再一个有电视 有广播啊 你像袁武成先生啊 善天方先生啊 刘兰坊先生 这都多次到电台录书 咱们各位听 《月飞传》呢 《三国演义》 都在电台录的 到田里玩这儿呢 在这个辽宁电视台呢 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还录了电视评书 就不光是声音了 图像出现了 录《盗马金枪枪枪》 那么这一下子呢 评书得到很大程度的传播 原来没见过 说书先生这时候 也听了评书了 可是这一来呢 评书本身呢 它的结构遭到了一定破坏 不是原来那气场 原来在书馆里说 现在主要在电台 在电视台说 那么电台电视台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我不能像你在书馆里 是先生说这三小时 我说到哪儿 停下来要钱 那不像话 所以你看广播电台呢 过去录书呢 一般一讲呢 大概是25分钟 也有223分钟的 为什么呢 半小时是一个播出单元 这里还有广告 加前后的一些东西 播报啊什么的 下面请听 长篇评书联播 岳飞传 播讲者 浏览方 还得有这么几句话 有的地方甚至前面 还插个每周一哥 之类的 所以说呢 它一般是电台一讲呢 大概25分钟左右 可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评书 它在哪儿拴扣啊 大扣小扣都是有学问的 你25分钟这会儿 就得停了 就得拴个扣 难怪很多人都说 评书的标志话是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很多人又说 山天方先生说书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告诉大家 山天方说一辈子书 从来没说过这两句话 哪个说书先生 要靠这个 把大伙吸引住 那他太无能了 说说的 想要停下来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这扯淡 这话是为了电台 落25分钟 非得在这拴人口来 没有那么些口 怎么办呢 那好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说白了 这是过桥的 片长话 根本就没这句话 所以这样一来呢 更多的人知道评书 是通过电台 他就一点点接受了 电台说书的这种方式 茶馆评书 基本上就 差不多就要没了 这些年 北京天津汉 有那么几处 外府基本上好像 很少再有茶馆评书 这形式 那么茶馆评书 和电台评书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看 山天邦先生 田伦先生 袁吴成先生 这个电台的评书 他要格外严谨 为什么 他录音之后反复播 你要哪个地方合不上 或者情节不合理 听完不对啊 这有问题啊 所以电台评书 非常严谨 你听山天邦一部隋唐 袁吴成一部三国 你前后找情节 几乎没有什么漏洞 但是茶馆评书不是 茶馆评书特点是什么呢 一部书啊 我说两个月是我 三个月也是我 四个月也是我 他的形式就是 反正这几十人一百来人 我坐在这儿喝着茶水 一说三小时 中间呢 印厂啊 上车所啊 各位啊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封开 这里边观众 李演员距离特别近 说白了 就跟坐在家炕头 咱聊天似的 聊天 你琢磨琢磨 那就海阔天空 知道哪算哪 到时候想到哪 我再回来 所以茶馆书呢 不像电台书那么严谨 但是却极需要控制现场的能力 你电台你打开来 听不听在我啊 茶馆可不是啊 进里头你拢不住人 人以后不来听来了 所以茶馆书需要演员 对现场的把控能力 吸引观众的能力 得超强 所以茶馆书有些老先生说呢 天马星空比较散 你比方说今天咱一开始 说这个武松斗杀西文庆 说说就说到这个武松杀西文庆啊 这个你为什么潘金莲王婆西文庆 把自己哥哥害死了 借这题他借题发挥 兄弟之情得多身后 讲中国古代如何如何 他能飞出去 拉前点拉后点 可以说很远很远 只要你观众感兴趣 我就能接受 这茶馆书的特点 说回来还能回来 这你看我一举这例子 你就明白 比方说咱们在家里边 大学同学在一块 吃完饭聊天 哎呀 那时候在学校 我和你嫂子就在学校食堂认识的 有一回我们到食堂吃饭 那时候打了个溜肉片 那会溜肉片多少钱 四毛二 你说那会那东西啊 钱也十 那会一斤酒才多少钱呢 散装两毛多 就谈上物价了 谈着谈着再说回 别谈谈了 我接着说 我那会谈恋爱 你嫂子那边跳了 话又回来 茶馆书就这特点 就是聊天 所以他需要呢 根据现场观众的表情 动作啊 当时这个心态 气场 他要随时调整 我们的师父金文生先生 在现场控制观众这个能力上 是绝对的超一流选手 我当初在天津 咽乐啥事 第一次听他说书的时候 就在现场被他吸引的 不行不行的 我有那么种感觉 他说完了 扣住了 明天再接着说 第二天我要不来呀 我这死的心都有 有人说有那么玄乎吗 这可不是说是光我说 你还看了解听过金爷书的朋友 肯定都有这感觉 老头书扣极为清楚 现场这 万种人的能力是超强的 他这点就跟什么呢 原来连丽如的父亲 连阔如先生 在老天桥那说书的时候 那就经常有伙计 因为他还被解雇了 比方说这个 卖布的这个铺里的伙计 掌柜的打了他 到外面办点事 他路过这 听连阔如在里面说书 进里面听一会儿 被吸引出来 事也没办 散书以后 回去发掌柜的书 第二天还想来听 就找个长朝正 那么对付一宿 第二天接着听 听完了这故事 回去了 掌柜的把它铺块卷好 你给我滚蛋吧 你别在这待着 就过去茶馆书的魅力 就这么大 可是茶馆书 正由于这种说法 它结构松散 一旦要搁到电台录完了 你会觉得 这跑题跑的也太远了 是不是不给书听 所以我们先生呢 一辈子都在茶馆说书 很少在电台录音 所以他这个书特典 就不能像 袁文成 山天方这些书啊 在电台传播那么广 所以这是他明确 没有那几倍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再另外一个呢 老先生也对这个 录制这些东西 兴趣不是很大 所以我说 我们现在看 有些先生的能力 大和小 你这真的怎么分 现代媒体 你比方说电台 传播了评书 却在一定程度上 把过去评书一些魅力 给弄没了 就像电视推广了相声 却在一定程度上 把相声那种现场感 给弄没了 使电视相声变得不好听 不好看 所以这是我说说 我们先生啊 有人说 那你这么说 你说你金先生能力 到底打在哪 都了不起 说起我们先生 咱这么说 滔滔不绝 我给您说几天 都说不完 老爷子一辈子 很坎坷 就是个传奇 他一生有意思的事啊 他这些包子什么啥 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呢 我明天呢 就要赶到天军 参加先生的追导会 以及葬礼 今天呢 这个时候呢 想起我们先生 心情也很复杂 思绪不是那么集中 我准备 下边几次直播呀 我单拿出时间 说说金文生 艺术上的特点 以及他一生的传奇 有人说 看你这个海报预报了 说今天你要说 这个上海滩青帮三大亨 这也是临时的主意 为什么呢 熟悉我们师父的朋友啊 在网上能找着 金文生先生的青红包 哎 又说那个听完那书 老先生开场就说 他是青帮 哎 这个确实 这个书一开场 金文生是这口气 你看我学的像不像啊 我们师父 今天给大伙说说青红包 有的说 我知道青帮 青帮我明白 各位 您别听耍相 胡说八道 他骂玩意都不懂 为什么我给大伙说青帮 因为我就是青帮 我爸爸也是青帮 你看老头一开场 搁这个 拴着你 说到这 我要得说 为什么金先生名气 没耐己为大呢 老先生口不正 什么叫口不正 他说书不是纯正的普通话 接近普通话 他是济南人 后来在天津生活 所以他那口里头呢 有济南口 有天津口 你看他经常说 程爱荆 要把这新闻里的夫人 介绍给王国党为起 王国党一听 骂玩意儿 不行 你看骂玩意儿 就天津话 就他书里头 有这些方言 所以他不是纯正的普通话呢 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 他传播 很多朋友在网上听 说听金先生书 有的地方得反复听 没听懂 那就不过口 就你对天津话 和济南话 不是太了解 所以这个 像有的老先生 能耐不小 也这原因 济南有位老先生 叫这个刘远广 说评书很好 但他跟山东话说 咱们看过那个 有一本 燕子李三电视剧 他在里边演的 铁嘴霸王 说评书呢 一张嘴 我想编两部 燕子李三的书 我怎么就编不出来了呢 他用山东话说 所以说这类先生呢 就像我们说 你听苏州平潭似的 那用苏州当地话 但你说那先生 能耐小吗 不小 所以说 这一行啊 明气大 能耐大 挣着钱来 谁跟谁都不挨着 不听怎么回事 所以今后 我会找出 专门的时间 给大伙 好好说说 我们先生 今天说这个 青帮三大亨 这是当初啊 和我们先生 在天津聊天 他给我过他 这个青红帮 这套书 我一听呢 我就挑他毛病 我说这个 历史上 不是这么回事 那本还没这 没那 老先生也说 平书他毕竟有虚构的成员 不那么较真 把大伙 吸引住就行了 我有说 这书啊 我们先生 我说你这书啊 好听是好听 真吸引人 可是有地方不合理 有点邪乎 哎 这个就是茶馆书啊 注重现场效果的一个副作用 你当时听吧 你听的 吸引人 不得了不得了 来又真好 怎么回事 好奇 回到家 你要都听完了 吸琢磨 那不对吧 哪有漏洞 茶馆书里 这种东西很多 你看咱有的朋友 在网上啊 也听过郭德纲的一些 说的书 像枪毙人老道啊 枪毙刘汉晨 白奴卫坠楼一些东西啊 皮肤胡同凶杀案的 很多人听郭德纲录音 还觉得他这 有意思是有意思 包包也多 可回头一琢磨 这情节太邪乎了 有不少漏洞 这就原来茶馆书的传承 注重现场效果 对整个结构上的把握 不那么严谨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说 各有所长 因为你听茶馆书 就听这些松散的东西 它也挺有意思 所以今天呢 我给大伙说 这青帮三大亨呢 是我跟我们师傅啊 在谈到青红帮这书的时候呢 我把我知道的一些历史知识 包括我查阅的一些资料 和我们师傅做交流沟通 这时候呢 发现呢 这青帮三大亨身上啊 传奇的东西太多了 我曾经在老连故事会里呢 分头说了黄金荣 张啸林 杜岳生 其实这三个人呢 上海谈青帮三大亨 恐怕黄金荣和张啸林 两人加起来 也没有杜岳生有琢磨头 这三大亨里头 杜岳生是真正的核心 而且这三个人 在过去大上海那个时期啊 绝对的风云人物 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呢 这三个人都堪称 那个时代 把握住历史风云的弄潮人 都对历史进程或多或少 发生了一定作用 尤其是杜岳生 咱们今天呢 就给大伙从头细说说 青帮三大亨是怎么回事 以及他们身上的一些个传奇故事 首先得说呢 这青帮 很多朋友不知道 青帮怎么回事 什么是青帮 青帮诞生的年头不算太长 它是雍正年间诞生 因为什么诞生的呢 水路运粮事 咱都知道说 康庸前盛世 康熙的末年呢 大清的国库已经空虚了 他这连年打仗 你看又是平三番 又是这个追杀格尔丹 又是收回台湾 等等等等 其实康熙折腾的 大清国库 没多少了 到雍正上来呢 为充施国库啊 出台了很多 有利于修养生息的一些政策 像什么浩县归功了 贪定入母了 这些稳弄的地方 休养生息搞得不错 这个时候运粮呢 粮食运输 主要是旱路运输 旱路运输消耗还大 时间还有时候难以保障 所以雍正就说 咱们呢 得把这运河好好利用 水扬帝那时候就开大运河了 主要是杭州到北京通州 这一段 咱得把它修好了 然后呢 发动民间老百姓呢 投入到运粮食 水运这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三位了不起的人 把朝廷运粮食这活儿 给包下来 就等于包个工程 可现在说就承包物流 这三位呢 一位叫翁延 一位叫钱坚 一位叫潘青 三位 他们仨成立了这个青帮 开始不叫青帮 就叫粮传帮 运粮食的传帮这 大概是各处设立了 一百二多个小帮会 也就是说 以水运工人 船工为主 当时形成了青帮 到后来呢 他由于底层 劳动人比较多呀 这个越扩越大 越扩越大 因为底层人一想 咱就不拉帮结派 这不受欺负吗 就这么一点点 青帮越来越壮大 青帮呢 跟大家常提到 那个鸿门 还有白连教 不太一样 鸿门是进里头 都是兄弟 你七十岁我二十岁也兄弟 青帮不是 青帮论字排辈 师父收徒的 你是我的师父 那也是他的师父 反正大家都上一辈 下一辈 一辈辈来 一个师父得收多少个徒的 他有字排行 后边最近这几代的排行呢 叫圆明星礼 大通勿绝 咱们你看 看那个张子健 演的什么什么 什么燕霜英那个系列 就演原方的啊 经常是拜了大字辈的老头子 通字辈的老头子 大和通 就是青帮 二十二辈和二十三辈的辈分 你看那个黄金荣和张孝林 他俩都是通字辈的 你等杜月生是物字辈的 因为杜月生一开始 是拜黄金荣的嘛 所以这是青帮的排行 那么到了黄金荣张孝林这时候 就是晚清到民国年间这时候 青帮啊 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 势力是非常大 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庞大的人力资源 你真说打打杀杀冲锋陷阵 他有的是人 而且那时候这穷人命也见 有点事让穷人冲上去 死了也就死了 包括天津有员工会 那也青帮头子 那时候站码头 青帮人狠到什么程度 咱俩边站着一个码头 说是谁的 避免过多死伤 咱各派一个亡命图 干嘛一个大油锅底下火烧上 咕嘟嘟嘟嘟嘟 这油可就开了 砰 往这油锅里头扔一个铜钱 你这上来这几位 谁又能伸手把铜钱给我从锅里捞出来 这码头就你这活的 你琢磨琢滚烫油锅 把手伸进 连手带胳膊好得了吗 当然不至于说带胳膊 有那油锅挺浅 那浅也不得了 手伸进去就完蛋 咱们看很多朋友看过去天津 那个雪剑军门的电视剧 说袁卉手底下我叫冯老星的是地下党 他就替这个袁卉干了一个油锅里挑铜钱的事 得到袁卉信任后来干了好多好事 有人说割手指挑出来 不是割手指的 割骨头挑出来 我一说你可能都有点心里不忍 怎么挑呢 这手伸到油锅里头 你注意 滚烫油一烫啊 这手上的肉就全掉下来了 不是把那铜钱捞出来 肉掉下还有骨头呢 割骨头把那铜钱 啪 跳出来 就这么狠 这就青帮人干 所以这些人好有度狠 在一个很动乱的年代 往往冲锋陷阵 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所以青帮势力 过去在上海了不得 咱们先说 青帮这里头 三大亨利自立最老的黄金融 这个黄金融他爸爸 是干什么的呢 是个普快 六扇门里的普快 很多人不懂 说怎么一提 头看什么叫六扇门 那叫何为六扇门 民间有句话 这衙门八字朝南开 有里无前 莫尽 说过去那衙门口啊 一般都在城北 就县衙门 府衙门都是 衙门口两边 这围墙啊 是个八字形 中间那门 你注意 那个门无论大小 上面那门不是对开的 而是三个对开 三扇门 合起来是六扇 这六扇对应里头三开间 俩大柱子中间一间 两边各一间 这叫三开间 三开间 一开间开一扇门 一开间开两扇门 合在一起是六扇门 所以六扇门指的是衙门口 说那普快呢 过去有个叫三班牙翼的说法 什么叫三班牙翼 造班 快班 壮班 合起来称三班牙翼 造肥皂造 造班是干嘛的呢 站呢 咱们过去看这个大老爷升堂 啊 这几个造班牙翼往里一站 拿着棍一起喊 威呜 当然要是县太爷 要是个贪污犯的 就喊贪污 这是我编的啊 没有那么敢喊的啊 这是造班 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 罚警 啊 你看罚警上站那 带着罚警 那快班呢 就是普快 普快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 刑警 出去抓人的 所以这是快班 壮班是什么呢 看监狱的 看凉裤的 相当于现在武警 所以你就是造班 快班 壮班 相当于罚警 刑警 武警 黄静荣他爸爸 就是刑警 哎 是哪的呢 呃 就我们通说六扇门里的普快 那么黄静荣长大以后呢 呃 小时候不学不术 就等于跟接班似的 成了呢 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寻谱 寻谱房的普通寻谱 他说白小普快 这黄静荣呢 虽然不学不术呢 人很聪明 他说我这么干在上海啊 没时候能干起来 我得壮大我的势力 我将来得发财 我得对得起我名字 他不叫黄静荣吗 他爸爸根据算命仙 算的把这给起的 说这孩子呢 黄金万两 这才能叫富 啊 荣中药祖 这才能叫贵 你看 黄金万两 荣中药祖 黄静荣 就叫这么名 我得对得起我爸爸给我起这名 我怎么才能起来呢 想来想去 他想个办法 我得跟青帮 吊在一块 我有势力就好办 所以他当时对外呢 他自称啊 是青帮老头子 大字辈的 有个先生叫张静虎 说我是他徒弟 有人说你冒充能行呢 说你老梁在外边说 我金万生徒弟 老头不承认怎么办呢 哎 青帮是有这事 叫什么呢 叫许冲不许赖 许你冒充 不许你赖账 就你对外打旗号 我张静虎老头子 那我师父 你可以冒充 可是临到这老头有事了 说咱那浦东那块 有伙人对不住我 你带脸儿过去 把他给我打一顿 你要不去可不行 你不能赖账 就你冒充我 但是事到临头我有事了 你得给我冲冲冲 这叫许冲不许赖 所以黄静荣当时 说我是张静虎徒的 后来张静虎有事找的 黄静荣真给办了 就这么他就算正式成了青帮里头 通字辈的人物 而有了势力之后呢 这黄静荣就好干了 他头脑很聪明 而且赚钱的本事有 一来二去在上一摊呢 名头就立起来 后来这没下弟子 乌鸯乌鸯 他也聪明 当初这张静虎不是不收他吗 他不要钱 他自己收徒的 打着这个通字辈的旗号 收徒的 徒的给的供养的 他转头又给自个师父送去了 张静虎一看送了钱来 行了你算我徒弟 你看就这么立下来 所以黄静荣很聪明 这势力就越来越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这徒弟里头啊 出了一位大人物 谁啊 蒋介石 有人说你胡说吧 我从来没听说 蒋介石拜黄静荣为师 我告诉你 实有其事 百分之百真实的 当然这不是说蒋介石 当了北法军总司令 又民国总统 不是那时候那时候蒋介石 又拜黄金荣 他不有病吗 当然那是贱 什么时候呢 蒋介石呢 到上海那这儿呢 他是同盟会会员 需要给同盟会啊 筹措革命资金 他那时候追随孙中山先生 那么蒋介石呢 有点经济头脑 在上海那会儿呢 开始有金融市场的时候 他就跟他炒股票 一开始是正点 后来赶上那这儿 金融秩序也不规范 你现在咱们这金融秩序还可以了呢 你算是你要散户 你得赔多散 那玩风险很大 结果赔进去了 赔进偏偏蒋介石不收手 借钱 借高利贷接着操股 过现代话就是说用杠杆 借钱谁借呢 青帮有放高利贷的 给他放贷 高利贷这东西 咱都知道前一阵 山东出过如母杀人 那个事 因为啥 就高利贷了 你真掉进之后呢 杨白老怎么样 后来喝楼水呢 这东西力滚力 就不得了了 蒋介石就还不上了 还不上 青帮放高利贷人呢 就找条杖 你还不上呢 你不能让你走啊 控制他人身自由 而且威胁的 蒋介石一看 强龙不压 地头蛇惹不起啊 怎么办呢 资格走不了了 下去有性命之忧 蒋介石没招了 找自己个老乡 上海的大买办 大商人 这个人叫余恰青 你我这不多说了 你感兴趣 你翻百度找着 余恰青 很有名 余恰青说呀 你这事啊 你还还不上账 你只有一个办法 能救你自个儿 能保性命 你拜黄金荣为师 我给你引荐 黄金荣要给我几分面子 你送个拜帖 你是他徒弟了 青帮这些人 就没关你要张 不敢了 这么讲的是 在余恰青的引荐之下呢 来见黄金荣 黄金荣那时候住在 上海军队里 一个三层小洋楼 这地方叫黄工馆 周围那些地方 都是他徒弟租的房子 所以在那市里 大得不得了 蒋介石进里头 地拜帖 后边四个字叫 志清遁守 怎么叫志清 蒋介石那是名叫蒋志清 进里头给黄金荣 三口九败磕头 黄金荣收的当徒弟 改天呢 大摆燕燕 谢实验 上海滩 一些青帮头们都来了 黄金荣说 这个志清啊 是我的徒弟 他欠的钱 就是我欠的钱 你各位要账 你就管我要 谁敢管黄金荣要钱 就这么的蒋介石脱身 谁想到五年之后 黄金荣再见蒋介石的时候 那可不一样 蒋介石已经是 北伐军总司令 因为离开上海 说黄金荣给蒋介石 拿了二百块现大洋 蒋介石呢 搁这个当路费 从上海奔到广州 后来的事 大伙都知道 追随苏文山先生 开办黄埔军校 等等北伐 革命如何如何 蒋介石爬得很快 上来 所以黄金荣一看 蒋介石是这样 心里头也哆嗦 干了件什么事呢 蒋介石请他吃饭 他去了 把当年蒋介石 给他递那拜帖 就承认师徒关于拜帖 他敲门尖的给送回来了 压到这个茶杯底下 意思是 我可不敢当你师父 你这么大腕可真受不了 所以你看 就说那个时候黄金荣 他还是实时无为俊杰 可是黄金荣自身呢 你看这么聪明个人 在女人身上 栽了 当时上海呢 来个小唱戏的女孩子 十多岁 叫陆兰春 这一名 人长得漂亮 戏唱得好 黄金荣就迷上他了 他不是那种 霸温应上功 真捧你 给你建大戏台 捧绝 把他捧红了 捧红了有一回呢 陆兰春在台上唱戏 黄金荣呢 带着手底人呢 给捧场 这陆兰春在台上唱完了 黄金荣在底下 好 叫一声 他这好着一声 叫出来了 就听后边有一声 好个屁 要不 黄金荣一回头 这谁呀 胆这么大 敢绝我面子 一看有个帅哥坐在后头 一看就是附家公子 黄金荣气得打一出来 在我地盘 你敢这么敢 上去啪啪 挤个大嘴巴 这公子就站起来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着 给我上 手底人如狼似虎 噼里啪啦 把这公子一顿爆贼 这下可惹火 这公子呢 姓卢 他爸爸叫卢永祥 是浙江的都军 说白了就是 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人家手里有枪啊 你黄金荣 你再怎么厉害 说我这斧头帮 你也不还是斧子 砍刀吗 我前面说 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你菜刀再厉害 也怕子弹呢 这卢永祥 就把黄金荣给绑了 叫我弄死 这时候实在没办法了 黄金荣图的杜月生出面 哎 各自自己公司的股份 跟卢永祥商谈 你把我师父放了 我给你钱怎么着 这是把黄金荣给救回来 救回来 黄金荣呢 对着陆兰春一往情深 还跟他结婚了 后来陆兰春呢 跟自个儿个小情人啊 卷点细软跑来 把黄金荣弄个人才两空 黄金荣呢 陆兰春跑了 女色上吃亏了 他心疼 他更心疼那细软 有人说 上海滩这青帮三大生 黄金荣是最贪财的 确实 他最贪财 到了舍命不舍财 你想想49年解放大上海 所有上海原来这些造过孽的 达官贵人 地痞流氓都跑了 唯独黄金荣没跑 没去香港 没去美国 没去台湾 讲实告诉你 滑了滑了 去香港去台湾躲吧 共产党来 没你好果子吃 黄金荣没走 说他为什么没走 谁都跑 他怎么不跑 舍命不舍财 他怕他走了呀 这些产业就是别人 他没想到你不走这些产业 也是别人 能让你的造孽的产业 还归你吗 他在上海当时控制着 最大游乐场 大世界 一天人流达到两万人 过去呢 打把什么卖艺的 什么放个电影 搞个演唱会 都在上海大世界 他48年时候 黄金荣刚跟大世界地痞的拥有者 签了合同 十年租金 租你十年 你这经营权都是我的 他怕我这一跑 是不是谁就给我站了 你看他对着革命形势 也估计的太乐观了 结果这个解放军 解放上海 人民政府接管上海这些事 黄金荣呢 觉得这大世界还是他的呢 乃至闭门不出 反正政府开始 为了市面稳定也没动他 到了50年51年 开始社会改造了 那你黄金荣跑不了了 你这些产业都得跟你没收 而且黄金荣 这过去造了不爽地 当然政府考虑的 这时候他都80多了 也不能怎么动他了 你这么的吧 你表示表示姿态 我过去有错有罪 我现在向劳动人民谢罪 我也自食其力 所以现在留一张照片 黄金荣呢 拿着个条件 在大街上扫大街 主着个条件 照张相 很多人看 当初的不可一世的 今天这个下场 后来隔不两年 86岁时候 黄金荣死在上海 反正也算 没离开故土 所以人说这几位里头呢 黄金荣最贪财 所以青帮有人说 有黑社会性质 要讲存黑社会 黄金荣杜月生都算不上 真存存的黑社会 那得说是我下午说这位 张孝林 张孝林那是靠打出身的 人说黄金荣贪 张孝林善打 这张孝林呢 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他是浙江慈禧人 他本名不叫张孝林 叫张小林 他为什么改成虎孝山林呢 这俩字呢 他疏虎的 也是啊 他出名之后文化人给他起的 你别叫张小林 叫张孝林 大小呢 不学好 流流茫茫的 欺负孩子 就成个小地痞 他哥哥怕他惹事呢 说你这 靠打架 靠武 这么这么 给你送到杭州的武备学堂 到了武备学堂呢 不好好上课 认识个同学叫张宰阳 这俩人脑筋挺活了 干嘛 卖上鸦片 这蒋武学堂的校长受不了了 我们学生培养国家动量制裁 你卖鸦片算怎么事 说你干脆 开除你吧 张林说你开除 我还不想学了 半道退学了 退学了呢 他就跑到上海混了 开始还真混出点腕 怎么混出腕呢 他干了件事 去看戏的时候呢 自己带的伙伴呢 让日本人给欺贿一下 他领一帮人 把那日本人给揍了 结果这民间就传了 张孝林民族英雄 敢打日本人 到上海还真有一些人追随他 他就靠着这帮人啊 连海带杀的 打开局面 结果这个运气来了 怎么呢 当初跟他一块卖鸦片的位啊 张宰阳 后来当了浙江的省长 就给他介绍 松户驻军的头目 叫何峰林 结果靠着军队这位 称他靠山 这何峰林称他靠山 张孝林呢开始利用 军队的掩护呢 搞非法生意 张孝林主要就干黄赌毒 正经生一样不会做 开赌场 开鸡院 卖鸦片 那时候上海滩的整个这天下呢 黄新荣一手遮天 本来他看不上张孝林 后来怎么张孝林成大方了呢 黄新荣主动找他合作 怎么合作 那会黄新荣也插足鸦片生意 可是这水路码头啊 每过一道关验过王谋 这黄新荣的利润受影响 他就想让军队帮他忙 有军队帮忙 护送鸦片买买买 这一本万利 找谁呢 他一打呢 说张孝林跟那个何峰林 那松户驻军的特使 跟他有关系 把张孝林请了 说这么着 咱们合作做马 他也知道光求人不好使 你看有你股份 于是黄新荣张孝林 杜月生三个人 成立个三星公司 心哪个心 三个金字 因为咱们仨人合伙啊 分着金子 你一个金 我一个金 他一个金 就上海他三星公司 三星公司最赚钱的时候 一年挣了五千七百多万现代 大约等于现在二十个亿 你想就一年年利润二十个亿 这搁的现在上市公司 你也找不出几个了 利润非常大 所以张孝林那时候发大财了 可就这么一个人物呢 他呀自己不往好路赶 成了汉奸 他怎么成汉奸呢 三七年 这被日本人打过来 经过松武会战 上海沦陷 这日本人呢 也跟当地地面这些呀 土豪啊 这些黑社会的 得接触接触 因为能用得上他们 找到张孝林 张孝林一开始呢 不想给日本人卖命 后来一琢磨 哼 我凭什么听蒋介石的 那会儿蒋介石托儿传话 上一摊各位 不得给日本人卖命 张孝林就想起自己的儿子呀 从法国留学回来 回来呢 想弄个一官半职 张孝林是通过黄金荣认识 蒋介石 希望蒋介石卖个面子 给安排个官 蒋介石一打去呢 他儿子除了吃喝嫖赌 骂玩也不会 这怎么办呢 没理着潮 张孝林就怀奋在心 我凭什么听你的 再者说了 正好说青帮三大横 一提都是黄金荣 杜卫生 张孝林 我排到老末 我正好借日本人的势力 我嫌疑翻身 我成上海团老大 黄金荣 杜卫生 你都不如我 正好这时候 黄金荣 不想给日本人效力 闭门些渴 说我有病 杜卫生那时候 已经离开上海 躲出去了 张孝林觉得 自个儿机会来了 卖身投靠 给日本人效力 成立了个什么一个 什么新亚和平公司 干嘛呢 经营粮食棉花大米 说白了 替日本人储备战略物资 你琢磨 这事可犯了中东 国民党这边一听说 你这头原来的人 给日本人效力 当汉奸了 那不能留 所以当时军统的 特不头戴力 主持这个事 就派人回到上海 暗杀张孝林 要说张孝林 也是够命大的 第一次呢 是一个朋友 请张孝林看戏 结果军统特务 进到那包厢里 一通乱枪 以为把人打死了 没想到那天 张孝林有事没去 躲过一命 回头张孝林呢 他贴身的心腹 叫阿四 给他当司机 开车 倒了一个红灯鞋 两边 乱枪打上来 把玻璃全打碎了 这个阿四很机灵 一脚油门 闯了那边杠过去了 张孝林死里逃生 经过这两次 张孝林吓坏了 说这真有人 要弄死我呀 我不敢出去 轻易不出去 然后日本宪兵呢 给他站岗 保镖原来呢 就三十个 又多顾了六七个 十六个保镖围 就很难下手了 说很难下手 1940年 张孝林到底 被人给暗杀了 杀的是谁呢 他贴身的保镖 这保镖姓林 叫林怀步 怎么回事呢 他不是要扩大自己的保镖数量吗 就让这新府阿四 给他找 阿四就找到了过去一个老乡石 一块混码头的 这人叫林怀步 是山东人 当过兵 枪法特别准 而且练武之人 有两下子 阿四就把他接上来 用了大概有一年 张孝林觉得这人身手不错 嘴还言人是老实 挺信任他 其实这时候林怀步已经决定要把张孝林弄死 什么机会呢 赶上这一天呢 张孝林找几个朋友 在他外边一个熟悉的茶楼啊 二楼上 一个单家里头吃吃喝喝 商量卖芽片的事 这阿四车呢 就停到楼下的小院里 这周围人呢 就是阿四和林怀步两个人 这林怀步就等着 这上午他们进去 中午还得下来 一下楼梯我拿出枪来 啪啪 我这枪罢 当时就能把张孝林打死 可没想到张孝林中午没下来 午饭都是在楼上吃的 这等于这夜长梦多呀 这林怀步灵机一动想个办法 跟阿四说 我呀过两天我想请两天假 回老家看看我爹我妈去 阿四说 你是不是晕了你啊 咱们主人最近这时候正用人的 他挺危险 需要保镖说 你怎么敢请假呢 肯定他不能准你假 诶 那个四哥 你给我请假 他信任你 肯定能给人面 他说我也不行 你可拉倒吧 你还听啥说你面子大 说你说啥事 咱们主都能答应 你这不行 你竟吹 你什么人呢 你 你这事你也吹 你也没这两下 林怀步成心拱火 你怎么敢跟我这种口气 跟我说话 你干什么呢 俩人就枪火 枪枪火就吵起来 在院子里一吵 二楼张小林在屋里就听着了 怎么回事 这院里没别人 这自己人干起来的 这叫什么事 推开窗子 怎么回事 我列怀步在底下 就骂骂咧咧的 阿四你个混蛋 怎么怎么那啥 阿四你个混蛋 两人骂上来 张小林就从屋里走出来 走到楼梯口 吵什么吵 你俩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 给我滚他 我俩人同时 从上说 这我冤我冤吗 张小林烦呢 都滚都滚 林怀步假装生气 滚就滚 从兜里把枪掏出来了 所有的现场人 都以为他要交枪 你不要干滚 我不当保表枪给你 没想到他把这枪 从套里抽出来 一抬手 三枪 有两个枪 打到了张小林的脑袋上 张小林出楼上 咚 栽下来 摔到地上的时候 这人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 外边这些日本先兵 他的保镖 纹绳进来了 林怀步也没反抗 三步两步上楼了 等下面追到楼上的时候呢 这林怀步又掏出枪来呢 把屋里边跟张小林 摊鸦片满门的脸 给打死了 然后枪一声 束手就进 最后审他的时候 说你干嘛把张小林杀了 我一个月给我二块大洋 不够花的 我要求涨工资 他不给涨 我把他杀了 你看那时候讨心事件 能立下到这城吗 那谁一听都明白 你这扯淡 堂堂杀一滩 青霸大洋 张小林 死到二块大洋上来 谁不能信 所以就后来审林怀步 就是不说 就是我 就是我 要求涨工资 他不给 我恨他 我把他杀了 就这么呢 这个林怀步 关到里头 后来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啊 他杀张小林 这汉奸 不仅没错 反而有功 给放出来 很多人问他怎么事 他也没说过 不仅然这人就失踪 后来人说 一调查他底细 他跟军统没任何关系 到后来军统的答案里头 也没有 就说派林怀步 去杀张小林 这前两次暗杀 是军统之事 这次跟军统没关系 有人说这谁干 很多人就怀疑 杜卫生干 可为什么 杜卫生是抗日人 老早就对张小林不满 而且这林怀步 有人说 原来混码头的时候 德国杜卫生的人会 很有可能 是杜卫生派的杀人 但不管怎么说 张小林作为青帮 这里边的人 一个大汉奸 干尽了坏事 还投靠日本人 这也算死有余辜 如果真是杜卫生干的 这也算杜卫生立了一功 那么杜卫生 能跟张小林拜靶子 也能在关键时候 下手弄死是张小林 这个人可以说心狠手辣 而且做事情 干大事也很果断 青帮三大亨里边 杜卫生 比那两位的名气要大 比那两位混的要开 而且对中国 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影响 杜卫生远大于黄金融和张小林 这个杜卫生呢 他名字月亮的月 声管低消的声 这个声字原来呢 是生活的声 意思他是真人里生的 叫杜卫生 怎么夹竹子头呢 这竹子头可不一般人给夹的 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张太炎给夹的 一个青帮流氓 一个国学大师 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哎 张太炎后来成了杜卫生的做上课 也就是说在三大亨里头 杜卫生你看起来 穿长衫 拿把小扇子 只要有扣的地方 全记得严实实 你说他是个先生 说他是教书的 有学问的 你看着都像 唯独就不像打打杀杀的青帮 他不像黄金融 你看着比较奸诈 张小林你看着一脸横肉 杜卫生 文质彬彬 而且上流社会 底层的都买的好 你看我举个例子 杜卫生当年这个事干的 法族界呢 这些工人呢 闹罢工 这是1931年的事 一闹罢工 卫生门打扫了 法族界臭气熏天 没办法了 这个工人要求涨工资 这时候他们求杜卫生 说您出来给调解调解 这里头很多都青帮了 杜卫生 我这个 这事闹大了 我这个社会声望没那样 工人也不听我 他给推了 又闹了一段时间 法国人受不了了 秩序都乱了 再次登奔求杜卫生 杜卫生 我试试吧 既然你们知道 这是卖味儿的 就像三顾茅庐 刘备第一访 诸葛亮 诸葛亮就出山 也不值钱了 那后来什么五香侯军 就不一定有了 三顾茅庐 我真的是你 杜卫生也是 二番请他再出来 所以杜卫生说 工人要求涨工资 我得跟你们法作界人谈谈 这工资怎么个涨法 我看涨一倍 你们肯定嫌多 75%怎么样 这些法文说 哎呀 只要他回来干活 我们的涨75% 好 杜卫生拿到这个承诺 跟工人谈 说各位工友 你们看 你们罢工这么长时间了 恢复山工以后 公司涨多少合适呢 有的工人说 40% 30%就不少了 20%也行 涨点就比不涨强 你这工人乌合之重 这时候 杜卫生一拍板 别那个 我跟你们谈 我保证能涨到75% 哎呦 地下工人一看 这涨了多少 四分之三呢 啊欢呼 杜老板 厉害杜老板 你大恩人 杜卫生接着说了 那个你们罢工期间的工资 怎么算呢 这时候工人代表说了 要能给涨75% 罢工期间工资 你就不要了 再说也没给人干活 就说 不能不要 你们还上个老小小 得养活人呢 这样 法国人不给你 我给 你们罢工期间的工资 我给你们 你想想 这一下子 三十万大洋出去了 这些工人 哪个不敢待得 就杜卫生做事情 厉害到这种程度 你说 到后来 他支持这些工人 你给我干这干那个 这帮人能不拥护他吗 那是又有面子 哎 又给票子 里面都让他占权了 因为杜卫生做事情 怎么这么厉害呢 这得从他书身说起 杜卫生一开始是干嘛的呢 他从老家来到上海滩混生活时候啊 到黄工馆呢 就当个打杂的小伙计 就给黄金荣啊 跑个腿啊 试着试着 伺候伺候 他时间长 他发现呢 这黄工馆里头啊 真正说了算的 是黄金荣的夫人 叫林贵生 他这个夫人可不是说那种没文化的 或者说这个 就追求享受的 不是那样的 这个林贵生很有经济头脑 实际上掌握着黄金荣的财政大权 而且黄金荣有点怕老子 怕得老子 于是呢 这杜卫生呢 就特别上心伺候林贵生 真拿林贵生 但自己亲娘伺候 你反正你是这个 投城脑热啊 买个药 跑个腿啊 伺候着打扇 什么事都干 而且杜卫生原来刚到上海 说练了一手绝活 什么 他卖水果 卖水果呢 他没本钱咋办 他找水果店老板 那你呀 我不用你怎么支持我 你看那同乡份上呢 你把你烂的水果给我就行 我能卖它 所以我看老板说 烂的给你 你怎么卖啊 我给你吧 先不要钱 一筐烂梨拿来了 这杜卫生把那烂的部分削去 没烂的部分呢 说这也不是一个枣了 那不要紧 切成块 每块泡到糖水里头 哎呀 上面扎个小猪签子 卖 我说这有的你想起来 前两天吃菠萝 整个菠萝 想跪放出来 切成片买 我一片几块钱 我买了 哎 杜卫生就是这行的老祖宗 他最先想这主意 而且他根据这个 他学梨 他练的时候手艺 学一个梨 很快就学完 而且梨皮跟着刀走 最后把梨拿出来 圆溜溜亮晶晶 跟宝石似的 而且那梨皮啊 不断 特别漂亮 所以当时很多卖水果 给杜卫生 起个外号 叫莱洋梨 哎 人人不少 这乞丐跟着后都喊 又水果月生 咱记不记得上一摊 那个电视剧里边 丁丽 许文强 那个丁丽自称 啊 我水果阿丽 那就是杜卫生 以他为原型的 就那丁丽 上一摊里 丁丽 一半是以杜卫生为原型 所以杜卫生 学的一首好梨 会揍人 到后来他已经是 达管显贵了 那你你像什么 汤安博的 这些国民党要员 跟杜卫生一块吃饭 上一盘梨 杜卫生就露一首 需要梨 给大伙都看呆 你还有这手艺 当初他卖梨一首 而他不避讳自个儿出身 说呢 我那时候卖梨练出来 他在这个皇宫馆里 悉心伺候林贵生 林贵生很赏识他 派他出去收过几次诈 谁把鸦片偷走了 让他去弄回来 他也很聪明 事都能办好 办好了不鞠躬 往那一站 好像这功劳 跟他没关系 所以这林贵生 越来越看重这杜卫生 有一次呢 挺喜欢的 走吧 我领你上赌场 手机也好 一赢 赢了两千块大洋 这在当时 可不是一笔小书 那会儿你像鲁迅 这样顶级的教授 在北大教书的时候 也不过一个月 二三百大洋 赢了两千块大洋 林贵生说 这大洋都是你的 给杜卫生 杜卫生推辞 说无功不受 来就你的 没招着 把这两千块大洋 收着 收着可是收着 林贵生好奇 说这个穷小子 原来没钱 突然间 两千块大洋 发了一笔横财 他要拿着钱干嘛 打我手底 去 给我跟着杜卫生 你看看他拿着钱干嘛 假如杜卫生拿着钱 花田酒地吃喝嫖董 这不过是个赖人 没啥注意 假如拿着钱 他存起来了 留着娶媳妇干嘛 想过安稳日子 这也没啥出息 小富济安 这小子了不地啊 这个状态 这个身份 得了两千块大洋 一笔横财 居然仗义输财 能散出去 这人心就是他的 天下也是他的 看来啊 我死之后啊 上海山恐怕 就是杜卫生天下 他哪知道 哪等他死 没到十年 上海山杜卫生势力 就大过了黄金荣 这个契机是什么 就是咱们前面说 黄金荣贪色 跟那个戏子陆兰春 结果得罪了浙江都军 卢永祥 这卢永祥呢 把黄金荣给绑了 杜卫生出面 说实在的 担风险 为啥 人家手里有枪 你派徒弟来了 你徒弟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给你毙了得了 我连你师父都绑 我还在乎你 这条命 杜卫生也真是担了风险 但是杜卫生呢 抓住了一个要害 他知道这卢永祥 虽然手里有枪 势力大 可是 这当兵的啊 他也得花钱了 那会儿 梁响不足啊 这部队啊 他就怕这个事 军想不足 士兵最后闹变故 这事可就大了 你看 太平天国后期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权 是怎么攻陷南京的 他手里这些乡军呢 大清没有良想给他们 穷的叮当响 曾国权只能放纵这些士兵 奸淫掳掠 烧杀抢劫 把南京周围都抢光了 后来这虎狼之师 攻陷南京 把太平天国 攒着点夹点都抢了 不说 那杀人放火就厉害了 所以说这个钱 对于军队来说 特别重要 这个时候杜月生 就跟龙永祥谈了 说陆都军啊 你手里有枪是有枪 可你挣钱难 这么着咱合作 为什么呢 不是你需要我 我更需要您 我们呢能挣钱 倒个亚片挣啥呢 可是我们没枪 这严道啊 一道关一道关卡着 验过网毛我们这钱挣得也难 您出枪 我们干嘛 然后得的钱 咱对方说 你看怎么样 您拿大头也行啊 这么对吧 把我们三星公司股份 给您多少多少 龙永祥一听大喜国望 找我 我这么愁这事呢 我这光有枪 我想变现太难了 你有这好主意好啊 那挣着钱了 把你师父领过去吧 就这么把黄金融放回去 这放回去黄金融啊 那对杜月生老感激的 把拜师贴上撕了 拉倒了 咱们别师徒了 咱就是哥们 就这么着黄金融 张啸林杜月生 仨人磕头败把子 成了一清兄弟 效仿陶渊三界义 人家陶渊三界义 是打天下下的 这三界义是卖下骗的 那人 哎 就这么着杜月生 名造上海滩 为啥 黄金融的救命恩人 人家知恩图报 而且这样一来 杜月生 在青帮三大亨里 已经排到第一了 就从那时候开始 上海滩 差不多就杜月生了 这杜月生呢 为人出事 绝在哪呢 你看他是个 青帮流氓出身 他一切呢 不光讲义气 按照一些读书人的规矩 他就羡慕读书人 他自己读书少 成了名之后呢 很认真的 找些人学习 甚至找到大甲民国的这个国学大师张太炎呢 张太炎是个国学大师 向来瞧不起青帮流氓 可后来成了杜月生做上课 怎么回事呢 张太炎的亲侄子 在上海租界犯了事 是杜月生值得之后 以一己之力靠这面子 把他值得给救出来 没办法张太炎要卖杜月生的面子 杜月生到苏州看望张太炎 毕恭毕敬 以学生见老师的礼节 来拜见张太炎 走的时候 两千现大洋的银票 塞到插杯底下 不让张太炎看着他走了 顾全知识分子的面子 这是杜月生厉害的地方 杜月生一辈子阶级的人无数 给这个钱给那钱 他有的是钱 但是他给钱讲究一点 除了自己 对方不得有第三者在场 我不能说 我给你多少钱 往旁边看着 你出去宣传去 杜月生给谁钱了 接钱的人不成受接赖之时 没面子吗 保全是面子 所以杜月生说 我呀 锦上添花的事不干 我专干雪中送炭的事 别人存钱 我存交情 我讲人面 讲场面 讲情面 他接近的人都没数 所以感动了张太炎 张太炎呢 把他从一个一个字不识的武夫呢 交成了什么呢 小凯写的倍儿漂亮 你现在上网上找着 杜月生的字 写的非常好 而且杜月生常年穿长衫 跟人说话 彬彬有礼 喜欢别人管他叫杜先生 不叫老大 不叫什么 他接交着读书人海里去 给谁都留面子 捧他的人几度 包括杜月生喜欢京剧 1931年的杜月词堂 建成之后呢 他把京剧建明觉 能走打动的都请来 我后来是在市场上 花了点钱 收了一张翻拍的 民国时候的照片 就是杜氏词堂成立的时候 照这张照片 特别长 那个坐在那什么公云谱了 杨小楼了 京剧界前辈 梅兰芳 马连良他们站着 总共57位明觉 就当时不 老中青三代京剧明觉请权了 慈禧老婆也一辈子喜欢京剧 他也没这待遇 而杜月生在何影站到哪 你想杜月词堂 他坐东京坐着 你们57个人都我请了 钱我不是 杜月词站到照片的左上脚 后头 他个儿本来就小 急不起眼卫生 你就能看这个小脑子 就说杜月词这时候 真捧各位唱戏的 他往后缩 你说人要有身份 有钱 随时随地能帮助你 他还低调谦逊 你说这人厉害不厉害 所以杜月词说 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 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 莫等人没本事 脾气还大 杜月词一辈子就按照 我一定要修成一个有本事 没脾气的人 所以杜月词处理这些事 咱称得上是滴水不漏 非常非常了不起 他结交的人海里俊 而且他有一个特点 杜月词你看 他作为青帮流氓头子 造的孽肯定少不了 就坏事没少干 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 他不亏 抗日的时候 就抗日战争开始之后 杜月词是组织上海这些青帮 积极参与和日本鬼词打仗 咱都知道松阔会战吗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 8月13号开始打 一直打到12月份 打了三个月 为什么打松阔会战 很多人不理解 说日本鬼词37年7月7号 在路口桥发动七七十遍 说怎么打不以北平为主战场 怎么在上海打一战 这是当时蒋介石 结合具体情况定出的战略 为什么要在上海打松阔会战 就是这个地方呢 国民党统治中心 不南京上海这一带吗 国民党的实力挺雄厚 能跟日本鬼子撑一撑 因为都知道 当时打不过日本人一开始 那实力相差很悬熟 所以如果要从北平那开始打 你记住中国的地势呢 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日本人在北平 把国民党军队击溃了之后 南下的过程是居高临下 可以说是 如同汪洋一般 一切千里往下打 再打到上海就势如破竹 留都留不住了 所以蒋介石 要把日本吸引到这块来 在这打 一个能撑一支 另外一个 要打败了之后 已经做好打算了 顺着这南京和往西 把重庆当成陪独 我刚才说了 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这时候日本人要再想打的话 那是从东边往西打 对不起 节点升高 往高了跑 他不好打 而且这一路 你有长江黄河淮河 这些天险 依靠地理环境呢 还能支撑一身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想 因为日本 一开始打这个 中日这场战争的时候 就说了 三个月以内 灭亡中国 当时就是为了击垮日本 这个大话 也知道说打不过你 但是也不至于撒一亡国 所以蒋介石硬撑着 从八一三开始 打到十二月份 九十十一十二 到这个时候 我撑过你三个多月了 你看看你日本三个月 说灭亡中国 这个谣言 是不是就破产了 所以松武回山 但这样一来 上海的花花世界 可是倒了没了 这个时候杜月生呢 出人出钱 积极支持蒋介石 抗日 而且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日本攻陷了上海之后呢 他顺着长江啊 一路是不是 坐着船就能干到南京 再往上干到武汉 所以为了阻止 日本这个船呢 顺着长江往上打 蒋介石号召呢 这些民企业家呢 船政公司的人 把自个船呢 炸沉了 炸沉了 长江呢 能多深呢 一下子把这水稻组上 你的船就过白了 杜月生带头 把自己的轮船公司 整了十几艘大船 早晨了 晨到长江 阻拦 日本攻陷上 所以杜月生那个时候呢 对抗日战争呢 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当然呢 他做着贡献的 一方面是抗日大义 咱不能否定 另外一方面呢 也确实有一些私心 就杜月生一直觉得 自己呢 这出身不好 青帮流氓 虽然极力喜白 但是跟谁一提呢 杜老板杜老板 已经青帮头子 他想呢 借这个事啊 立点功 然后我当官 彻底喜白 进入上流社会 文质彬彬的 杜老板怎么怎么样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 他就想跟蒋介石商量 给我弄个 哪怕上海市副市长 我当着 是吧 我就真正成上流社会了 可是蒋介石没理他 杜月生一下就死亡 说了一句名言 蒋介石拿我杜月生啊 就当成尿壶 需要的时候 拿出来尿一下 不需要说塞头床底 还嫌重 这句话也是后来被形容黑社会和政府关系的一句名言 所以杜月生那个时候呢 也想躋身这个上流社会 可是呢 也没当身官 到后来的这个国共两党开战 全国解放 杜月生提前呢 跑到了这个香港 跑到香港这个过程呢 有一件事情 让很多朋友感兴趣 什么呢 他和孟小冬之间的关系 咱都知道孟小冬啊 跟梅兰芳在一块待了四年 后来让梅兰芳的大老婆 福智芳欺负够呛 也不承认他名分 梅兰芳娶莫的东西 明分正取 什么意思 我呀 我大伯父家 没儿没女 和我们家呢 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我呢 得娶俩媳妇 一个媳妇呢 替我大伯父 传后代 另一个媳妇呢 替我们家传后代 当初福智芳进门呢 他前面还有个大老婆 叫王明华 也是以这形势进来的 后来这王明华死了 就剩福智芳一个老婆了 再娶孟小冬 孟小冬说我不当妾 好 梅兰芳说 那你 等于替我们那人传香火 就没想到福智芳很霸道 不让孟小冬进门 孟小冬后来 在梅兰芳面前也失望了 为什么 觉得梅兰 你不能替我说话呀 你说名为正取 你大老婆一发虎威 你什么都不干了 怯懦了 觉得索托非人 一来气 俩儿就离了 离了之后 孟小冬呢 在北京待着没什么意思 他也不想唱戏 这么的呢 上海他有个姐妹 叫姚玉兰 这个姚玉兰呢 跟孟小冬原来同年做客 姚玉兰既能唱轻音 又能唱老生 跟孟小冬好朋友 说姐妹啊 咱都闺蜜啊 你在那那么难受 你上上海到我们家来住两天 姚玉兰是谁呢 是杜月生的四姨太 就把这个孟小冬啊 接到上海 哎好姐妹啊 俩儿天天喝酒 正好还犯愁呢 聊天吧 一会儿呢 半个多月过去了 孟小冬说我呢 明天我就要回北平 你家 行 回回去 晚上啊 你别走了 就在我屋咱俩喝点酒 你在我屋睡吧 据说 姚玉兰留孟小冬在屋睡 睡到半夜 姚玉兰起身出去 不一会儿外边推门进了个人 谁呢 杜月生 后边这事 用咱们常说一句话 叫生理做成手腕 很多人说杜月生 这个大流氓 啊 怎么采用这种方式 霸占梦要动 其实这个坊间传说 一定不是这么回事 那为什么 你从姚玉兰这说呢 说哪有这样的事呢 四姨太啊 还嫌女人不够多 还给自个儿老公找女人 什么原因 姚玉兰本身呢 唱戏出身 前面那仨老婆呢 抱成团欺负她 她想我人单是姑 我再给我爷们找个老婆 我们这闺蜜 我们俩能团结到一块 和敌人做斗争 还有更重要一点 杜月生 在孟小冬十几岁时候就捧她 就觉得这孩子唱戏不错 给她提意见 给她闲滑 说你呀 在上海唱没出意 你到北京拜明家为师 他在行内找人引荐 孟小冬拜了于书妍 唱老生 于派老生 于书妍教她 而且教的时候呢 于书妍不希望自个儿学生 一边学东一边上台 所以孟小冬这时候 全家老少没有吃饭 没有钱 又是杜月生掏钱 所以杜月生捧孟小冬捧了多少年 而且孟小冬跟梅兰芳离婚的时候 杜月生派个律师来 帮孟小冬打官司 告诉梅兰芳 你这么可不行 你四年前怎么答应人家呢 你到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 黑不提白不提 跟你四年就这么拉倒了 你得赔人清纯损失费 四万仙大洋 梅兰芳也惹不起杜月生 后来是四万仙大洋 是杜月生掏的钱 让梅兰芳分期付款还 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孟小冬对杜月生 那是感激有加 所以说再去上海 俩人走到一块 成了杜月生的女人 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且杜月生的孩子 后来回忆 杜月生有病的时候 那几个老婆都没伺候 孟小冬是端茶倒水的 喂汤喂药的 伺候得比谁都上心 就是两个人呢 他确实有真感情 不是说是没什么感情的 但是那个时候 孟小冬没有名分 连武艺态都算不上 这个解放战争 要打完的时候 杜月生准备撤 准备去美国 去欧洲啊 办护照的时候 全家老少一看 二妻护照正伴着呢 孟小冬来一句 我是肯定跟你走了 可我算什么呀 我算女朋友啊 还是算丫鬟啊 杜月生 哎呦 忘了忘了忘了 为什么 杜月生是真喜欢孟小冬 可是这男的 有时候对这事啊 你那时候三七四七啊 他不怎么在乎 女的不行 我跟你算怎么个事啊 无名无分啊 这会杜月生啊 身体不服已经不行了 这么着吧 赶紧结婚 俩人正式办了一场婚礼 结果为这事 办护照事耽误了 没能去上美国治病 去到了香港 没几年杜月生死在香港 孟小冬一直伺候他 可是呢 死之后呢 杜月生留给孟小冬的财产是多少呢 两万美金 孟小冬拿到这钱 第一反应 这怎么能够啊 锦衣是惯了不够 杜月生那么有钱 还疼女人 杜月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女人是用来疼的 因为女人很蠢 他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啊 身与心都交给这个男人了 所以你要好好疼你的女人 杜月生这么疼 自个女人怎么才给留两万美金呢 杜月生临终前 手头的钱 就剩下的十一万现代养 咋分的呢 儿子 给一万现代养 已经结了婚的女儿 给四千现代养 没结婚女儿 给六千现代养 就这么分 有的时候杜月生那么有钱 怎么这时候剩十一万现代养 他不是没钱 杜月生临终之前呢 打了孩子把保险棍开 你看这里头都多了 欠条 那欠条得有这么高不差不多 每一张打开最少的是五千美金的欠条 最多的是五百根金条 欠条 你算一锣这样欠条得多少钱 杜月生说 来来来 给我拿个火盆来 干嘛 把欠条扔到火盆里全烧了 全家人都傻了 干嘛呀 这欠你钱的能还的 你烧了怎么样 杜月生说 如今是乱世 借我钱的人呢 有的天涯漂泊 有的生死难知 哪找他去 我不想我死了之后 你们都成要战鬼啊 把我活的时候 这些交情都坏了 再一个话说回来 人一走 啥就凉 事态严凉 能记着咱家好的 有没有这欠条 见你们是我的孩子 都会伸手的 不记着你好来 反制杀神之祸 他欠你钱呢 他得还呢 得了吧 我把你弄死了 这钱就不用还了 大恩如大仇啊 杜月生这个时候 人生已经活得非常剔透 对这个事看起特明白 来来来 把这欠条都烧了 这不咱们以前有典故的吗 那个 冯璇克孟长军 孟长军当时 潦倒的时候 说要收俩钱 他的门客冯璇去了 一看 这些 贫下中农还不起账了 把这债券拿来 等会儿烧了 回去跟孟长军 回头 孟长军说 我要吃要俩钱 你干嘛 你把他烧了 哎 我虽然没讨回了账啊 主子 我替你买回人心了 后来孟长军被贬 来到这地方 这叫靴帝 姓轩的靴 老板兴一看 孟长军来了 离多老远呢 带羊宰牛啊 拿着酒 拿着米面 来喂喂孟长军 孟长军你看 这就是冯璇 替我买来的人性啊 所以这杜月生 这是效仿一辈古人 因为杜月生学文化 一部分是书本来 一部分他也听评书 他在香港说 请评书一人到家里听书 因为评书里高台教话 讲的人情网份的东西 我们评书上有那么句话 多的人情说多大书 为啥小孩做呢 说不了 他还不通人情事故呢 你为什么说书 追从老先生 一辈子人情练大纪文章 他能说好这 杜月生呢 也饱受中华民族 传统话里 人情方面的教育 所以他对这个事 看着很剔透 所以虽然 青帮大兴 流氓头子 干了很多坏事 也做了很多善事 福也降了 孽也造了 但是单讲人情的剔透 世事的练党 多一声算得上 那时候少有的明白人 所以咱们今天说 这青帮三大行 各有各的精彩 各有各的阅历 好好琢磨琢磨 这是大上海 那个时候 这些风云人物 一部酸甜苦辣史 相信对我们现代人 对自己人生的感悟 也应该有所启迪 好 我就说到这 下边呢 还是让虎阳跟杨乐 上来给大伙表演魔术 之后呢 我跟子澹 跟大伙一块聊聊 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新闻 好 请我回来子澹 师傅你休息一下 来 大家好 我和杨乐又站在这了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 一个小时 接近二十多分钟 让师傅休息一下 那么中场呢 还是我和杨乐 来给大家调节一下气氛 那怎么说呢 今天这个节目 咱们为大家表演的 我们两个人是精心准备的 人员动用的是最多 效果最震撼 而且魔术还最惊奇 大家看到了 我手上有两根绳子 那么一会儿 其实现场啊 无论您是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高歹的 胖的 瘦的 男来的 喜欢魔术的朋友 我刚才说过 人员动用的最多 请谁喜欢魔术 谁 上这儿来 为大家一起表演 又来了 小黑 又是小黑 对白 到您 到您 后面 你这样啊 小黑辛苦 他一边录像 还得掌握着机器啊 那看到的画面 都是小黑来制作 是这样的 小黑 两根绳子 咱们这样 今天这个场地 也比较有限 因为这个活是舞台的魔术 所以说咱们就借地生辉 把这个节目表演好 好不好 这样 来检查一下 这根绳子 有没有机关 有没有毛病 中间有没有磁铁 有没有断接 没毛病 没毛病啊 正常的一个绳子 那这个长绳子呢 因为太长 咱们这样 分几段 咱们随便拽一下 好不好 对 你随便 随便拽一下 没毛病 这就正常绳子嘛 对 如果是两头拉 咱们估计就出了劲了 是这样 首先呢 我让杨热 把你的手给绑起来 你把双手放到 放到后边就行 前面也行 来 绑起来 那不用救命 没什么危险啊 这要干嘛呀 你甭管 你看看你能不能 来 来 行 要绑我 对 绑起来 面对观众 绑 来 杨热 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用你身上 最大的力气 小黑这个手 基本上 变方的这个魔术 就没啥用 虎牙哥 你对 你跟我有仇啊 没有没有 来小黑 现在你这样 用力 你两个手 出来 肯定是出不来呀 肯定出不来 确定吗 出不来啊 解开 赶紧 确定出不来 确定啊 确定出不来 小黑受罪 哎呦 杨热 您是真 然后用这根绳子 把小黑的脖子 给挂起来 啊 啊 当下 开玩笑 开玩笑 这是魔术吗 开玩笑 你用同样的方法 小黑 现在把你 乐姐的双手 反绑起来 先绑一只手 就刚才 他怎么绑你 你绑他 好嘞 好嘞 刚才怎么绑的 我就怎么绑他 对 哎呀 够狠 哎呀 反过去 来 反过去 把上 你别挡着 别挡着 别挡镜头 对对对 死扣啊 再来一个啊 走你 结实吗 绝对结实 确定啊 好 确定结实 出不来啊 出不来 OK 行了 来 杨热和我身来 小黑 咱们从绳子中线 咱们找找啊 这怎么着 来 来一五花大绑 是吧 对 就这意思 绑过人吗 没绑过 没绑过 来 把他的头发 拿出来 慢绕脖子 第一个扣 我先帮着你 打上 你看看有没有机关 有没有毛病啊 掏出来 好嘞 没毛病吧 没毛病 这是 没有热 使劲掏 掏 掏出来 OK 让观众也看得 来 你再往里拽摆 轻轻涂涂 好 绝对没问题 你拿一根 我拿一根 按照我同样的方法 来 把他的胳膊 缠过一圈来 再来一圈 一圈了吗 一圈 再来一圈 再来一圈 好嘞 好了吗 好嘞 没问题 没问题吧 来 在前边 这个打法 同样 打击个扣来 是这样是吧 OK 挺聪明 谁说小黑笨 一点都不笨 这玩意儿 一学就会 别自吹 再来 绑紧一点 行了 小黑 剩下的绳子 交给你了 把你乐姐 包括的腿部 也全绑起来 让他不能动就可以了 好 乐姐 咱今儿就得罪了 哎呦 小黑 你以前是不是 杀过猪啊 绑起来啊 绑结实 还真结实 行吧 动不了 动不了就对了 走 小黑也挺实在 行 不用转 不用 动不了吧 还怎么着 从上到下动不了吧 动不了了 来了 小黑 站到你乐姐前面 你往前里面 因为场地有限 来 上 帐子 看看朋友们 会发生什么效果 我们就管 来 初时 来 把梁老师家 背单都给拆了 初时来 五天前 杨华你到那边上 不得到这边来 对对对对 来 你到后边来 这场地太小 你们在我后边 好 这是个帐子 来 把小黑给套上 两个人都套里边 是吗 对 套里边 这 这 来 套上 套上 我知道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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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这个不是 那边 好 这边 来 套过来 是这个吗 这是什么柱子 这是 拿住 好 小黑来 站直 把头掀出来 我那头在哪呢 小黑的头掀出来 对 小黑的头掀出来 没有是吧 还没穿帽 还没开始垫呢 离穿帽 小黑你 小黑你这样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第一 手在里边 千万不要乱动 我不断 我乐节 我能乱动吗 脑子里边 有没有想法 没没 真没有 真没了 确定 确定 这这个机会 不要错过 对对对 你看 你看著名的大乡人家 我们的实际都来给我撑上的 我先找他 那么是这样 小黑 练完这个魔术 一会儿 让观众看一下 数个三二一 准备 看看有什么效果发生 数 开始 三二一 撤 走你 好 撤下 杨乐姐对我做什么了 不对 你乐姐是已经被你绑得死死的了 我衣服没了 说明你 干个不可描述的事 对不对 你看 明眼人都会看 我没动啊 你们两口都好好把这个事掰着掰着 我问我 啥 我问问你 你的衣服呢 搁这儿呢 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可说的呢 怎么怎么过去的 看看你绑的 没毛病啊 手包括这个都看看前边下边 这确实我不是拖啊 不是拖 就是我的衣服 解零还许技零人来 让小黑先解开 不是 好来 好来我多穿几件 穿几件都没用 知足吧 还没给你戳光了 是你绑的吗 是 来 解开 把这个 来 我给你戳手 我帮帮你吧 要不然你啊 刚才记得挺 戳手吧 刚才记得多戳手 这解脱费劲 这就是魔术的魅力 看看是不是你绑的 这没问题 这扣都是我记的 没问题吧 小黑一会儿跟大家说说 你这个衣服到底是怎么 它怎么没的 一会儿我告诉你 来解开 手解开了没事 这儿前面 解开 这个衣服我先给你保存了 解开 我不知道是怎么开的 我这样 你先解开 这么软易的 别耽误时间 一会儿我告诉你嘛 你说小黑 你解都费劲 好来拿着来 来来来小黑 我告诉你啊 明白了吗 我啥都没说 真的真的小黑 感谢小黑啊 小黑的确他不是托 他是现场 就是这个 好吧 就是好朋友 好吧 也非常感谢你 再见 感谢杨洁手下留情 没让我露点 衣服不要了 好 谢谢小黑啊 那么这个魔术呢 基本上表演完毕了 这个名字就叫魔术的五花 大棒 中场休息时间 娱乐节目送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带来愉悦的心情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梁老师和子坛登场 谢谢大家 来先生 我一考虑就是子坛先生 来 谢谢火牙哥 谢谢杨洛 客气 我终于等着 哎 等着花儿也谢了 自己搬灯 看看 这就是差别 好吧 刚刚我妈给我发微信 说宝贝你好 你是不是已经直播完了呀 我怎么还没有等到你 然后很多朋友在微信弹幕当中 然后再提问说 子坛这个能不能让老梁解下 腰肌的扣啊 这腰肌的扣 答应大家要解 但是什么样的形式 跟梁老师在研究研究 因为这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解完的 对不对 可以考虑线下 到时候跟大家 就面对面的来解这个扣 还是怎么样 到时候我们研究一下 刚刚这个魔术挺精彩的 我是肯定不能参与这样的魔术 因为我只穿了一件衣服 今天穿的是黑白 所以选了那么多衣服 觉得还是这一件 比较朴素 比较合适 但是一会儿 梁老师坐在我身边的时候 画面可能会有点持重 大家有多多见谅 真的是金先生千古 这个对我们这些徒孙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但是觉得先生 既然是88岁高龄喜丧 我觉得这对他来说 传奇的一生 应该还有很多的佳话在后面 希望后面有很多的机会 让梁老师来聊聊 他师父这传奇的一生 好吧 现在有请老梁登场 梁老师刚才说了好多 刚才你在这说我站那 你看我 这就是问题 什么问题 天底没有一个抱墓就撑着抬口 因为我不是抱墓的 你怎么觉得主持人是抱墓的 再跟大家说 今天刚才看火牙和杨乐的魔术 掌了个见识 原来我以为 那托儿就是帮忙的造奖去 整半天这个托儿是脱衣服的托 在这等着呢 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大唐雷因此 已经市井财经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已经关注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也可以把这个公众号 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很多有梁老师的一些短视频啊 一些很精华的内容 我们会剪辑一下 给大家放在公众号当中 跟我们分享 跟大家分享 但有的朋友也会说 两个小时的完整版 我们怎么看回放 那么因为很多原因吧 技术原因有等等原因 也有两个小时的回放 可能大家不容易在网上找得到了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大家可以以陪伴式的方式 跟我们一起看直播 一起参与我们的大部分当中的话题 那有的朋友也说 子台你从来都不念我的问题 其实不是不念 我都看到了 有些话题合适 有些话题可能是欠点妥当 但是我都会在合适的时机 跟大家问出来 这么跟大伙说吧 我就时间有限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就是今年五月初啊 我们的相关的政府机构啊 出台的有些网络自媒体 新闻报道 新闻评论的一些规定 你看一下就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 我们不想回答大家的问题 而是我们没有那个资格回答大家的问题 你看一下相关规定就行了 尤其是六一以后是吧 好我也在每次直播之前都会梳理一下 我们在平台还有梁老师的微博底下 留的比较多的问题都有哪些 我会带着一两个问题 但事先我不会跟梁老师商量 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啥都懂的人是吧 我也希望可以难得住他 有很多人也说梁老师你是不是带着稿来的 前面是不是有提词器啊 在这里我可以打包票的跟大家说完全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当今这个中国好像没有人可以给他写稿 现在就我刚才说那个青帮三大哼 对 你把这词扒一下前面割个提示器 来你像我这样说一遍念一遍 你看 你这是挑衅 他不是挑衅 因为他有些东西只有在你肚子里头拱瓜烂熟啊 你才说得出来 很多朋友就是开个年会啊 跟领导会报工作受过职啊 就是嘴这么难张的 这个东西你在你心里要不是拱瓜烂熟 你说出来肯定别扭 尤其你在心情上紧张一点更没法 所以说先得自个儿熟 就是说你先想说服别人 你得说得服自己才可以 好 现在我们开始要聊聊这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 有很多朋友说老梁我们希望你重操就业 聊点体育的话题 然后老师也表示 聊了 聊了对吧 聊了NBA 穿着勇士队队伍 对 但是这一周呢 有一个体育界的大事 足协新政特别值得说 这个我希望第一个话题我们聊这个 重磅足协将限制高价外援 以及足协全新U23政策 这个您肯定都看了 这个事是呢 5月24号晚上 足协发布的 我是正好呢 12点前后那车啊 没睡觉 就打开手机 看那微信朋友圈 有一个行内的一个体育从业者 他发生了 我开始以为我是愚人节呢 开玩笑呢 开玩笑啊 上场的队员 U23 就23岁以下的青年球员 得跟外援的数额是等同的 说哪个队如果亏损了的话 你买外援的钱超值了 那么买外援多少钱 你就还得再拿出同样的钱 交给足协 当青少年发展基金 我这是愚人节吗 我这谁开玩笑 就我不懂足球 也不懂这些体育这些道道的人 我都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点 你要报道过这些年足球啊 他反而不奇怪 就是因为我们的足球管理者呢 好像他总能在任何一个时间段 任何一个地点 出台一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政策来 就你觉得这个 为什么居然能出台这样的政策 你想都想不到 我当时开始不信这个事 结果其他人一转呢 我发现他确实是这事 这个时候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政策又一次和我们开了一个大乌龙式的玩笑 跌破了眼睛啊 那您怎么看这个政策 我们想一下 足协他这么去制定这个政策 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足协出台了一个关于中超的政策 就是每个队啊 必须有一名U23的球员作为首发 当然这一点可以说 李皮担任中国队教练之后呢 他也提出 说你们现在踢球的人这么少 在年轻这年龄段阶层 我都找不到多少有用制裁 这样的话将来 郭亚顿你们还要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 这马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到那个时候没有可用制裁 你怎么打呀 这个顾力确实是对的 他就看说这个这个得加强 要求各个中超队伍啊 11名首发 必须有一个是23岁以下的 结果这个政策执行一段时间 效果不理想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23岁以下球员在中超各个球队 能打上主力的不多 不多 极少 那么很多队为了完成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用了个什么方法 我派遣一名U23这样的球员上场 然后踢个十来分钟就把它换下来 就相当于我浪费一个换身名额 但是我把这事过去了 就是为了政策去想出的对付 就像我们看NBA有时候五个先发上场 可能有一个队员打了两分钟下去了 他用这种方式来规避 足协这个政策 而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中超确实有些不正常现象的 往死了花钱买大牌的球员 很多的这个世界范围的球星 都发现中国人傻千多素来 赶紧挣中国人钱 所以你看从里提到下来的大牌球星 都往死了挣中国人钱 来吧我们也来 这时候呢 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见 所以足协觉得呢 一个各俱乐部呢 可能花了不少这样的冤枉钱 在一个U23呢 这方面呢 杨峰尹尾 为了能够一勺把这俩问题都会了 他出台了 我们说23号24号晚上 这个政策 就说你上场的外援 要和上场的U23球员数量等同 一个队里可以有五个外援 能最多同时上场上场三 好 你想上场三个外援吗 那么需要同时上场三个 U23的青年队队员 就是这个往这一放 你当时觉得第一可笑在哪呢 我们用外援是什么目的呢 外援的水平高 提升联赛的观赏性 同时在外援的带动下呢 使我们的球员能够跟高手下棋 得到这种磨练 好 你提升了准准 那好 那么23岁以下球员一般来说是不太成熟的 如果你用的多了呢 会降低球队整体的实力 那么我们引进外援为了提高观赏性提高实力 多用23岁的球员又降低了实力 降低观赏性 这是南援北折的两种不同的政策 这是矛盾的 居然同时出现了 是说明什么 足协什么都想干 又想用好外援 又想为这个青少年这方面能培养 能做贡献 将来能给国家队成立上升 后边那个就至于说用外援 买了这个外援的费用 你多出这钱来 你不管你花多少 再乘一二 就双份的 再拿出一份的交给足协 青少年培养基金 那作为什么情绪启动资金 我就想 这跟计划生育 那个社会抚养费也差不多 就跟收计生罚款是一个道理 收哪去了 干啥不知道 读线也没有出台这样的细则 就是这两个政策往这一方 让你觉得好像中超 这是2018年开始执行 好像2018年中超完了 对 好多球 就说观赏性不会再有了 更主要一点 在亚冠赛场上 好像对日韩球队的原来那点优势 迅速就没了 因为你都用这个国内的23球员 你怎么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政策 我当时听起来 我觉得好像跟开玩笑似的 但仔细一想 还真不是开玩笑 就是足协用这种方法 强迫各个球队 用23球员 然后为国家队 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现在用23 你算再过多少天 再过5年 非常成熟了吧 正好是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赛的那班人 就是说明我们现在的管理者 着眼点已经知道 这几年是没戏的了 我们要为那时候储备 到那时候成熟 就是我现在 我牺牲联赛 牺牲各种利益 牺牲中超观众性 我要为那时候现杯出现 做准备 但是这点 就是我们多次提到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我们联赛 搞的这一年 非常混乱 南辕北辙 叫根不红 苗不正 就是1992年的时候 在红山口 召开了一次著名的 中国足球的红山口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上提出来 我们要把这个职业比赛 搞起来 这搞起来是为什么 比方说足球 为什么我们要搞 当时94年搞假A 那是因为中国国家队成绩太差了 因为我们国内球员 缺乏比赛锻炼 打的比赛太少 所以就是假A联赛 职业联赛 为什么要搞 目的就是提高 国家队的水平 这对不对呢 大错特错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联赛 是为了提升 国家队水平为目的 为什么 职业联赛要生存求发展 首先它得满足观众性强 我表演给你看 所以联赛生存是第一位的 国家队成绩好与坏 不是最重要的 就我们看英超 用了那么多外援 你看那风气用 可英格兰国家队成绩一般 对 所以你像泰国有意思 泰国引进外援也不多 国内联赛打着热火朝天 玩的很有意思 但是国家队成绩好坏 跟这也没有关系 对 人家好像不是很开始 就一开始我们联赛 就根不红描不正 就是为了能让国家队 提高成绩 没拿联赛 倒不是 你死不死 你活不活 只要国家队水平上就行 就跟当时96年开始的 这个乒乓球职业联赛 目的是啥 国手总当海外兵团 出国外挣钱去 别走了 国内有联赛 让你挣国内钱就行了 为了留住一些国家队队员 不成为海外兵团 这也叫根不红描不正 就像90年代开始的股市 为啥现在股市 弄成这德行 很大程度的一个关系 就是当初股市开始有时候是为了什么 为了保证国有企业融资 就你的目的就根本不是原来 应该有的那种正常目的 叫根不红描不正 那么现在绕了一圈 足协尽管说和足球管理中心脱钩 不再是这个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 开始成为彻底的民间协会 而不是国家一级的二级机构 漂亮话说了一堆 怎么样呢 最后你不还是要给国家队服务吗 还是要牺牲中超联赛吗 就说我们现在 把足协独立出来的 打着说继续为中超联赛服务 其实还是坑联赛 保国家队 还是政绩思想 站着会儿 发挥作用 所以我说这个两个政策 不是管理者糊涂 他很精明 他知道这样做 可以讨好上司 可以有政绩 可以为国家队服务 他的前提是什么呢 完全牺牲中超联赛 根本不管你中超联赛死活 所以他才会出台这样子 他们不傻 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要知道要什么 只不过这个绝不是 球迷和中国足球想要的 所以我说足协尽管独立出来了 这是独立吗 就像我们说很多协会 叫中国什么什么 这协会那协会 背后往往都是一些 国家各部委机构在支持 表面看起来 他跟政府机构脱钩了 但是根本没有脱钩 依然有千四八里联系 甚至在原来工作的重心点上 都没有任何改变 都没有实现成计划 把这个正事 其实应该在正经的地方上 我是一个体育小白 我都是觉得 听着这样的话 中超还有发看吗 体育小白 就在体育方面不太懂 小的时候 因为我说大连人 爱看大连十德 大连万达的比赛 那会还对足球有情节 但这几年 偶尔打开中超联赛 都会觉得没什么观赏性 没什么意思 但是即使这样 像我这样的体育白痴 我都知道 这个对中国足球的发展 有多少好处 咱别总说 这个足球这不好那不好 您也给我们提提 到底怎么搞 能够让足球变得更好的中国足球 就是你怎么搞 你不也得通过人去干吗 对啊 你要是这不让人干 这种思路 那怎么也干不好 你像包括刚才我们说的 U23新政这个问题 你看着 尽管制定了这样的政策 你以为各个队就开始 青少年培训了吗 就开始重视U23 根本不是 它还会有办法 你比方说这个 踢着踢着 我要是感觉厂上 差不多能控制出来 我换上三名U23球员 跟外员等同 比方说商庭补师阶段 换三个U23 或者我厂上就放一个 到商店补师 大局已定了 或者赢了或者输了 再上两个U23 那么跟外员等同 这种规定是形同虚实 根本不是为比赛 好看不过 钻漏洞总有办法 再一个 说亏损的俱乐部 我靠大家 中超所有俱乐部 一个挣钱都没有 全亏损 而且你别忘了 我们人很擅长做假账 我可以把俱乐部 做的不亏损 来规避这个 不亏损的俱乐部 掏钱百万元 就不用交涉事岁了 不多交 所以总是下边有 各种这样的对策 就是你制定这个政策 它的范围不够严谨 一定会有俱乐部 来钻这个漏洞 这就使这个政策 行动虚实 现在这个政策 我听了之后 第一感觉觉得 不会有什么太大做 很容易把各个俱乐部 弄得人心惶惶 更不好干 本来就是赔钱了 本来就是要攒好多钱 而且我们这个 中共中央也多次提出 关系到 重大国民利益的时候 要经由全体国民讨论 这是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 那么好 作为足协呢 它秉承这一精神 就涉及到中超球队的 重大利益的时候 要各球队集体讨论 这个政策出台的 没头没尾 晴空霹雳一项 轰隆卫生出雷响 就来了这么一个政策 跟谁讨论了 里边程序是什么 我们没有见到 这个程序有任何的正当性 所以你就说 现在这样一个足协 怎么指望 它能够给中国足球的发展 提供很好的帮助 怎么可能呢 好吧 就像您之前说的 这个中国足球 就像假冒伪恋产品 希望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用脚投票 很多弹幕的朋友也说了 就是你砸多少钱 也砸不出一个好球员 的确是这样 现在这个足球 大家这个球员 这个收入水平也不低 可是真的 真正的好球员 好像是90年代 还有几个 现在是 好像踢球踢的好的 这么一点 大家接头向为 讨论的一个好球员 就是培养青少年了 确实必要 但是并不是以牺牲 联赛的水平来培养 而且在联赛 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你让水平不够的 二三岁以下球员上 硬上 拔苗助长 时间长了 这个队员提的都没有信心 就是所谓青少年培养的 它是一个夯实基础的过程 你像我们看这个 比方说英超 他把英超的十几支球队 和英冠的几支球队 他们每个球队 不有青年队吗 把青年队提出来 单打一个二级联赛 观赏性也很强 用这种方式锻炼 就是我们是什么呢 前面工作啥也不管 到了联赛顶尖这时候 你给我上青少年了 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八秒助长 现在这个中超各个球队 真正的青少年体队建设的很好的 了了不及 为什么 老板投钱 我要马上就看出成绩 我等你青少年培养 那时候可能我这市场就完蛋了 我这公司都不一定办了 我还等着干嘛 所以他这个思路呢 和我们现在某一任长官 五年一届五年一届 你比方说这个地方的市长 五年就换了 那么他只认这五年政绩 过了之后的事 不归我的政绩管了 我不管了 所以在这种思路之下 各个俱乐部也难免积控尽力 怕赶不上这一波 所以真正的培养青少年的水平提升 这些年其实没有做什么特别基础工作 有的只是效应足球 效应足球是什么呢 只是在全民健身 使青少年的提升 提升这个层面有一定积极意 他对于真正职业的提升那一块 他的帮助并不是很大 但为此呢 足协制定的种种扶植青少年足球的措施 到现在为止常常是一纸空闻 下边没怎么执行 或者真执行下去之后呢 发现有一些措施并不是那么得力 你注入这一点来讲 我想足协就可以向上汇报 我们重视国家队成功 我们更加着眼于长远 知道现在中国足球不行 但我们着眼于五年之后的卡塔尔事业备如何如何 他把这个政策拿着 你看我们有作为啊 我们干着这个事了 我们努力了 其实他的着眼是对上不对下 至于下边的什么感受 他不考虑 好 换话题 有朋友说这个别聊足球了 离老百姓太远了 你至少也得像李皮那样提出点专业的 李皮说保证U23首发 他是那么建议的 你要换这个U23球员可以 但也得上的得是U23球员 你看这就是专业人提出的有针对性的东西 他并不是把这事极端扩大 而是有针对性 你不是U23首发上下了吗 十来分钟你给换一下 好 我规定 换上的也得是U23 保证他首发的全场一致性 这是李皮的 就是这政策目的是什么 说就锻炼U23球员 那么真的我们就好好的锻炼 起码要落上一头是吧 很多朋友就说 现在足球没人关心了 换话题 不知道大家真的关心什么 有这么一个话题 这周谈的挺热闹的 一个女的讲师叫丁玄老师 您看了吗 就是我是看了以后 真的是大低了一下我的眼睛 大开了一下我的眼睛 我有个徒子叫马丁 他今天不是今天 昨天前天在朋友圈里说 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可笑的演讲 不是演讲 完了没有之一 他发出来就是那个丁玄老师 可能在九江学院那个演讲 讲女德教育 就是我打开 我很认真听了一遍 我一边听啊 就是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我的表情是无比惊恶 就是时至今日 居然还有人讲这个 还有人这么想 我以为这就已经回到封建社会 几千年一天 很集团的 就是讲的男尊女卑 三中四德 而且他跟封建社会那些先生比 他讲的比那个都松人听 你可能有的朋友不了解 这个丁玄老师 他是一个河北的一个国学研究部门的一个研究员 讲师 他们还有一个什么中华经典网啊 经常卖一些培训的课程 反正讲几天就几千块钱培训挺贵 那个中华经典网还卖什么校道产品 卖什么豆油啊 卖书什么的 然后他有商业行为啊 他这个演讲里头有些内容啊 就我要现在说出来你听了 八年后九年后听了出来 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意思 给大家说一说吧 有同学可能没有看过 大致本那种给大伙说说 我看你把这个都找出来 他在这个几个观点的核心啊 提到了 比如说女性穿着暴露 才导致被强奸 总是挨揍的女人不容易得病 那有记者就问 你的这些理论是从哪来的 他说我们这河北省文化研究所 去监狱做了调查 就那些男罪犯说 看到女性穿着暴露 就产生了一种强暴的欲望 所以我们会讲 希望女生 女性不要穿着暴露 哎我的天呐 他如果是这个逻辑思维的话 真是让我吓一跳 就这个不新鲜 因为我从小呢 看这个古书就讲 有四八个字 叫漫长会道 也容会银 什么意思 你有东西神神秘秘的 在家里藏着 故事最深处 让人看着它藏东西 那准是有钱 好我偷你 叫漫长会道 就是你啊 把东西这么藏起来 你是也用别人来偷你东西 也容会银 就打扮自卷 哎就是 倒是 倒是 漂不亮亮的呢 你就等于是 引诱别人调戏你 这些 其实这个论断呢 就跟这个完全是合了 可是问题是呢 他说这个女的 不能穿着暴露 他说这女的穿着暴露 导致男人强暴的欲望 这个穿着暴露啥概念 现在天这么热 你像这男的 短裤 背心 北京还有绑影 光绑在 你这女的 他要想凉快凉快 你也不能穿那么些 你说现在小女孩子 露肩 露肚子 露后背 露腿 我觉得没什么 天热 凉快凉快 这是一个 再一个 女孩觉得漂亮 她年轻就这么一会儿 展露展露也没什么 甚至有人说 你这是不是有点像 还什么 上海曾经有这么多事吗 在地铁里头有人说 地铁里头有性骚扰 就因为女的穿的太节省 太暴露 有的人在那打个标语 叫什么 我可以骚 你不能饶 我认为这个是很符合 现代人一种伦理的 就是我穿什么 你注意 为什么你在大街裸奔不行 叫有伤风化 违背功序两俗 只要不是这种 有伤风化的穿着 在正常允许范围之内 那是个人的自由 甚至你说 她这穿的是不是 稍微有点漏了 是不是显得很风骚 不太合适 穿的很风骚 不爱人什么事 人有在不影响他人前底下 过不道德生活的权利 何况是打扮呢 我又没有光着 我又没有什么有伤风化 所以你从这角度去要求 这明显是与现代思维 逆朝六尔洞的 这是不符合人性 所以她这个说 穿着暴露 容易导致枪奸 这成了什么 就把这责任推到女人身上 男人这个 她这里最过分的一句话 说被强奸是辱墨祖先 我听说这简直胡说八道 女人要被强奸是她自个愿意的吗 她是被受害者 结果你把这责任说她辱墨老祖子 这不跟过去说哪个女人受到性侵害之后 指指点点导致这女的自杀偷核 这不又把那些吃的东西掰回来了吗 这叫什么混蛋逻辑 而且你这成了明明男人犯这个罪 你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 简直就是 你要说的胡说八道 我觉得这都对耳青 但她有人就说 这是传统文化 这是三从四德 我认为这是文化中的糟粕 它不是精华的东西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 后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说总是挨揍的女人 不容易生病 是因为 我给大家说个 这是因为什么道理她说的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矣 必先苦其心智 对吧 希望女人和丈夫发生矛盾的时候 不要动辄就出手 要低下头 想想为什么会这样 一切都有因果报应 我看完这一段 我真的是要吐血了 就是女的家庭暴力 说挨揍你得忍 你得忍 你得忍 男的这不是打你 打亲骂是爱 这是排打工 给你排毒的 这个简直 这我就想起来 前一段时间 那个笑话 这争婚 这女的 俩东北的男孩女孩 这女孩说 那个我呀 可是不做饭 不洗衣服 不做家务 就喜欢乐花钱 买包 要住大房的 开好车 在家境打麻将 也不干家务活 也不带孩子 你能接受我吗 这男的说 能接受啊 但是我问你一句话呀 你就扛扛揍吧 这女说 那我问你一句话 爱豆行不行还手吧 这当然是个笑话 这是笑话 但是是现在的一种思维 体现了一种传统思维 对 就是女权 在现代生活当中 这种方式 你看着好像 她说这个东西 跟胡说八道一样 可是你发现她有市场 对 她的市场有两类人 什么 第一类人 男权意识 那种老爷们意识 大男子主义非常强 男人是天 你像有的朋友 就是看了什么快手 那个直播 有个叫MCTU的 很火 喊卖 喊了一个什么女人们 你们听好了 什么你们做不做饭 男女的干不干家务活什么 那哥很火 比他那什么 一个人饮酒醉 最把家人称双双双 他比那个都火 就为什么 确实有一部分男人呢 他有这个意思 希望自己 能够压女的一头 能够什么事控制女人 这是一类人 第二类人呢 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当中啊 女同志不堪社会竞争的激烈 觉得干活啊 上班很累 说我宁可呀 做个老老实实三从四得的 男人养后 我这被圈养 我在家里待着 这是一类 还有第三类 咱说这个可能稍微刻薄一点 就说这个长相啊 品貌学识啊 并不那么出色的女人 他们在这个 说你看一个女孩长得漂亮 得到很多男人的追捧 他们来记 狐狸精 勾引男人 一听丁老师说这个 这不能这样 这一个女的 凡是穿着暴露的 男的看了之后 就想跟他怎么怎么样的 这全是狐狸精 害人的 最下降的女人 不是好像 对 一下子解恨 大家看白鲁园里就知道 当那田小子 倒霉的时候 白鲁园上的女人 一个贱人 狐狸精 跟着解恨 所以你看这里边 这丁老师说出个论断 女人凡是 丈夫一见上他 觉得他漂亮 想跟他有性关系的 结果这男的最后 精进人亡 这女的也家庭破裂 这都不是好像 相反女的长得丑点 男的见得清心寡欲 还养成了 这就是什么 胡说八道的论断 这个逻辑我真的 所以他把丑气禁地 家中宝 给引申到这了 说丑气家中宝 什么意思呢 老婆长得很丑 自己在家清心寡欲 别的男人看了 也不惦记 也还省事 省着戴绿帽子 哎呀我就想 我说这个 他这个思路很奇葩 非常奇葩 我觉得文明到现在了 中国社会进步到现在了 他还提出 女人呢 不能随便 跟不同的男人怎么样 我跟你说这一句 是让我最觉得奇葩的 女孩最好的嫁妆 就是真操 比这过分的呢 说三个男人的经验 混在一块就是毒药 你说他为了说明 不乱交 不乱找性伙伴 这个完全我们可以 从道德上立得住的 他非从生理上 找到一个根据 说三个不同男人经验 混在一块就毒药 你这可以胡说八道 这把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无一部分的东西 又拿过来 来影响现在的女的 而且你发现 他讲这个东西 我刚才说 除了那种有市场以外呢 哎 现在开始进入一些学校 对啊 这给大学讲 当然高校的一些人呢 尤其管理者 希望听到这个 为什么 学校里总是对这个 男女往一块凑回 充满着戒心 对 前不久不有这事吗 让学生管学生 说在学校里头 有些场合不能 搂搂抱抱接吻 然后呢 就让学生 什么自律委员会成立一个 让这学生管这个 结果还造成打仗兜 双方还发生肢体冲突了 就学校总是希望呢 男学生女学生 都会规规矩矩的 你们最好被谈恋爱 让学校里干个津津津的 但是这个 它是违背人性 因为我们现在 不定大学生可以结婚呢 这是现代人权的一种体现 所以高校 为什么要请丁老师 这样的人去讲呢 好像通过这个 就清醒寡欲 搞一次新时期的锦衣运动 让学校的管理 变得非常容易 就是这个双方是都有合作 你作为这个丁老师 他们这个机构呢 我相信呢 他可不是随便这么拼空 胡说八道的 他后头是有利益的 你现在我就知道 不仅仅是学校请他们 这些人在外头办班呢 我在几个地方看到过 这种女德 女德 研修班 两边来有很多什么人呢 他们上面以这个为诱饵 讲 说女人怎么样忘夫 怎么样帮你老公发财 怎么样让你儿子将来很优秀 这对一些已婚妇女 特别有信力 特别有信力 结果我看到很多 中小企业家的 小老板的夫人 纷纷花着很高的价钱 来报名来什么的 女德不一例外 就怎么忘夫 怎么因人而为 怎么相夫教子 打着三通四德 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 来推销这些个 已经过时了 被时代淘汰了的糟糊 这种情况在现在 非常多的出现 就我曾经分析过 这个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这两年 这个东西又重新冒出来了 那个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央政府 包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提到了 就是我们要汲取 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 那么总书记 高吴建林 就提出了这么一个 策略性的东西 下面人怎么执行 我们怎么理解 这时候就出现了 很多不同的方式 高水平一点的理解 是传统文化里头 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敬业 匠人精神